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29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为了感谢台东县境内各个社福机构的辛苦付出 29号的上午县长黄建廷 特别前往了海山福尔家园和旧新教养院等社福机构 进行慰问活动 并且制证了春节加菜金 黄建廷也向社福机构承诺 将会全力的来推动社福政策 以及教育照护工作等等 来让弱势的家庭有一个完善的照顾服务 台东县长黄建廷为了感谢县内各个社福机构的辛苦付出 在29号上午特别前往海山福尔家园和旧新教养院等社福机构来慰问 并且制证春节加菜金 春节前我们来给大家一个慰问 是这个感谢的 黄建廷表示目前有些机构的收容情况也接近饱和 而原因是因为部分的孩童从小就在院内接受收容 黄建廷也承诺将全力的推动社福政策 普遍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其实现在的满床 现在的这个收容的状况大概都已经到到饱和的现象 这些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从很小就进来 很小进来以后一直到他待的时间就会很长 等于是这个床位就是固定好多年在使用 从整个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希望有需求我们都要能够尽可能来满足 但是我们更希望因为整个台东的环境改善 不管是经济不管是教育各方面改善之后我们对这样的需求 我们可以慢慢把它减低下来 黄建廷特别说到 县府会从教育教养以及招呼等方面来给予社福机构协助 跟希望社会各界也能够给予关心 来多多认购社福机构学员所制作的物品 来与县府共同照顾台东的弱势团体 记者 蔡燦 台中市报道